敘里亚民主武装力量的发言人说 民主力量星期五全面奪取伊斯兰国的据点 曼比贵的控制权 曼比贵靠近土耳其的边境 敘里亚民主武装组织对路透社说 他们的武装在伊斯兰国 最后一批激进分子逃离曼比贵市之后 正在清掃该市 与敘里亚民主武装结盟的曼比贵军事会的达维什说 得到美国支持的敘里亚民主武装 也都解放了先前被伊斯兰国 用作为人欲盾牌的两千多名平民 他对路透社说 曼比贵城他们已经是完全控制 但他们正在清掃战场 这个国防部副发言人 特劳·布里奇在华盛顿对记者说 伊斯兰国显然陷入穷徒末路 他说曼比贵被迅速攻克 是联军切断和消灭伊斯兰国活动中心的 一个最新的重要里程碑 谢谢大家 有关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